今天來做蛋糕吧 沙拉油要70克 很厲害喔 69.7耶 要來秤低筋麵粉了 要140克 我會先把Size放到上面 然後要去除淨重 然後這樣子放麵粉我覺得比較輕鬆 糖要120克 Apple用了一點吃早糖醇 因為這樣子糖的比重不會太重 爸爸比較安心的吃 所以120克裡面我想要一半一半 雖然糖120克 但是我想說我可以自己剪一點點 要來分蛋了 我今天準備的是八顆蛋的食譜 熱油 然後讓那個蛋白鍋開始打 公布我們要來處理蛋黃鍋 把熱油倒到低筋麵粉攪拌後 再把它倒入牛奶跟蛋黃的鍋子裡 繼續攪拌 蛋白鍋差不多打成這樣就可以了 中間會有加糖跟白醋 現在要把兩個鍋子混在一起了 攪拌要輕柔才不會消泡 Apple這裡就是障礙 然後Apple最喜歡做的就是枕頭蛋糕 所以都會用這種模子做 哇 我這麼久沒做蛋糕 竟然還可以做出 沒有列的很嚴重的蛋糕 我是不是太有天分了 哈哈哈哈 當然是開玩笑的喔 我是臭巧